圆蒸鸡酥丸 圆蒸鸡酥丸是长沙市的传统名菜 在民间的喜庆宴席上经常可以尝到这道菜 选用的原料有鸡肉绒750克 水发筋钩钉100克 火腿钉100克 猪肥镖肉钉100克 蘑菇钉100克 鸡蛋4个 油菜心100克 葱姜末各15克 湿淀粉50克 料球50克 胡椒粉2克 精盐10克 味精3克 圆蒸鸡酥丸制作的时候 鸡蓉加全蛋液 再加入肥镖肉丁 蘑菇丁 火腿丁 水发筋钩钉 葱姜末 再加入盐味精调制肉馅 再加干淀粉拌匀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锅上火 油烧热 将肉馅儿起成丸子 放入锅中炸透 炸至金黄色烙处 倒入盆中 加汤 味精 盐 用保鲜膜封好 放入蒸锅中蒸熟 炸至金黄色烙处 锅中放底油 加鸡汤 味精 精盐 胡椒粉 再放入菜心 翻炒片刻后 将菜心和汤 倒入汤盆中集成 原蒸基酥丸制作的关键是 蒸制时一定要用保鲜膜封盐 避免汽水浸入 保证原汁原味 特点是 汤炸之鲜鲜鲜膜尽 酥烦唤香 汤汁鲜美 酥烂唇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